哈喽大家好我是蜂蜜介幕主文子 今天要来吃的是这个 这两包 这个 看 这个是八道的 男子 面 然后这个呢就是山羊他们家的 迷彩包装的军队限定的 炒马干面 感觉都蛮厉害 应该都代表着都是男生在吃了 就吃了以后就变成男子汉的意思吧 我猜 先打开来看看 你看 迷彩包装的很可爱 它连里面的酱料包的都是 弄成迷彩的 这个是干燥蔬菜 然后这个就是酱料包 然后 面就是这样 方方的 有点胖 有点圆胖的面 点胖 换胖面 换猜这个 男子面 八道的 超辣 这个是什么 猩猩 来自猩猩的你有推荐的 像这样 这个 然后 这样 一包是 粉末的 然后一包就是干燥包 然后 干燥蔬菜包 然后它的面 很细 很细 很多很多很多 这样 好 那就 一起 拿去煮啰 好啦 这就是刚刚我去煮的 这个 都是代表 可能吃了 就会成为 男子汉的意思 的泡面 然后 这个呢 就是山羊 他们家出的 名菜版的 军队限定的 炒马 干面 然后 这个的话 就是那个 八道他们家的 什么 超辣男子面 这样子 好 那 我这个汤都已经快被洗开了 先喝它 好 感觉上好像是吃了 这两个面都会变成 一个是 啊 我知道 你还没当兵的时候 然后你吃了以后 你就会有勇气 然后去当兵 然后当兵的时候 就吃这个名菜版的 应该是这样 我自己乱说了 嗯 这个 大辣的 但是 然后这个 刚刚问了说 这个 这个泡菜是两班的泡菜 打开就可以吃了 想说还蛮 方便又特别 所以给他买来吃看看 面煮了以后 它就变得比较 胖 比较Q 这样 原本细细的 嗯 切起来 算 那 我觉得它有一点点 那个 辛拉面的那种味道 其实这是韩国人家 泡面都会有的 比较不错 吃的 再多捏一次真的很不错 打开这个来吃看看这个 泡菜罐头 这算是比较少看到 因为一般都是看到的都是罐装的那种包装 比较少看到像这样 吃看看 嗯 很脆很香耶 要加进去吃好了 嗯 这样好吃 嗯 我觉得加了这泡菜更好吃 而且这两班的罐头泡菜 我觉得比我上次买那个 在口着口袋装的那个泡面还要好吃 嗯这个不会 比他那个还要不酸 会那么酸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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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泡菜罐头真的蛮好吃的 而且如果说你 你一次分量没有要吃那么多 像你买Costco 它就很大一袋 嗯 然后又没有夹链的那个功能 所以 有时候也是蛮困难 不敢要吃掉 怕它会那个发酵 很香 哇 它这个干拌的 它这个就很红 这个 这个部队 部队口味 很香 这个就有炒马面的味道 很香 嗯 嗯 这个好吃 嗯 这个吃起来是 带一点甜甜的那个炒马面 耶 这好吃耶 哇 部队吃这个 这个甜甜的 这个真的也是太 太赞了吧 哦 这好吃 嗯 嗯 吃起來甜甜的炒碼麵 我覺得吃起來也不會很奇怪 那我配上這個 我覺得這個蠻泡在這個真的很好吃 加上這個 味道整個都 豐富了 果然韓國的泡麵跟他們家的泡菜就是搭 真的很合適 現在都沒有覺得怪怪 果然這樣比較起來就是你要在 你要成為男子漢之前你吃的 你吃的就會比較清淡一點 然後等到你成為男子漢之後你吃就可以吃到甜頭這樣子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意思 嗯 哦這個我真的覺得是超好吃的 這個迷彩的這個 嗯推薦大家可以吃 蠻這個迷彩版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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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 你看這個 兩半泡菜這個真的 很好吃耶 今天試吃的這兩個我覺得 男子麵 這個八道男子麵 跟這個三羊他們家出的這個 迷彩 軍人版的這個 軍隊限定的 這個草馬麵 我覺得 都不錯但是 我還比較喜歡吃 這迷彩版我覺得這個真的 如果有興趣可以買回去試吃 這真的蠻好吃的 真的甜甜的 這樣子而且草馬麵的味道 也很香這樣子然後還是乾版 所以我覺得味道又更重 這樣然後還有這個 我今天搭配的 這兩半的罐頭泡菜 覺得這個 也超好吃的這個 然後又小小的一罐這樣子 然後味道也夠 也不會很酸這樣子 好啦 今天影片就拍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就歡迎訂閱跟按讚喔 掰囉